李小龙的速度到底是有多快? 世界冠军乔治·迪尔曼说 我和李小龙比武 摆好格斗式还来不及动作 李小龙的腿就已经来我头上 能称为世界拳王的人有很多 但是被誉为最伟大世界拳王的只有一个人 穆罕·莫德·阿里 而能当他的保镖的人也是狠人中的狠人 世界冠军乔治·迪尔曼就是其中一个 巅峰时期他能击破五个重型冰块 乔治·迪尔曼 George Dillman 美国武道领军人物之一 9岁练习柔道 14岁练习拳击 在拳击队专业训练三年半 参加30场比赛 剩27场 1960年部队里学习自卫术 曾担任重量级拳王阿里四年保镖 后获得世界空手道冠军 现美国黑带时段空手道家 国际琉球拳法会创始人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李小龙有较多交往 期间有比武 由以武换武 对于李小龙的革命性的武道哲学 和科学格斗有较深刻体会和观感 1966年 乔治·迪尔曼在华盛顿特区 爱德帕克空手道大赛上与李小龙相识 当比赛完之后 乔治·迪尔曼就带李小龙来到自己的武馆 研究空手道功夫等武术 可能是聊上瘾 李小龙首养了 他就想跟乔治·迪尔曼的学生比试一下 没想到在场的几个学生都被李小龙一一击败 赢下全部对手后 李小龙说了一句 你的学生有点弱啊 直接把乔治·迪尔曼气得直跳脚 双方就开始武学理论了起来 谁也不服谁 乔治·迪尔曼为李小龙做了一番武技演示 李小龙也同样做了一番演示交流 当双方聊到速度话题时 李小龙对乔治说 在你完成一次动作的同时 我可以攻击你四次 乔治·迪尔曼和李小龙年龄相仿 身为冠军 又正是年轻气盛年岁 自然不相信李小龙的自大之语 于是主动提出来和李小龙比试一下 李小龙接受了 没想到的是 就在一秒之内 乔治·迪尔曼尝到了人生中第一次败尾 因为乔治·迪尔曼刚摆好格斗事 李小龙的高腿已经到他头上 当时乔治·迪尔曼很迷茫 他都不知道李小龙是用哪只脚踢的 这也是乔治·迪尔曼第一次被人踢头 甚至他都不敢相信 他就这样被人家打败了 多年后 乔治·迪尔曼在黑带杂志采访 以及后来的视频采访中都提到此次 他和李小龙的武术交流及比武经历 乔治·迪尔曼说 李小龙的技巧在于他能够快你四倍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左右手都一样强的人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他两只手两只脚都能攻击你 力量都一样大 而且他两条腿都能够踢击 李小龙两条腿的腿功都很好 我摆好格斗式突然砰了一声 他的脚已经在我头上 他能运用所有的力量攻击你 他的技巧在于他能快你四倍 这就是李小龙 乔治·迪尔曼还说 你知道抄脚比尔瓦来斯吧 他只是一侧的腿法厉害 但李小龙是我唯一见过两只手 两只脚都用得很好的武术家 身为拳王阿里的贴身保镖 乔治·迪尔曼早年绝对是强者 不过近几年的他年龄大打不动了 为了赚钱就弄了个隔空打牛 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老年化是对一个强者最大的残忍 拳王阿里晚年也是因病缠身 生活更是不能自理 国内的也有很多 像梁小龙 红金宝等早年绝对能打 只不过年龄大了 他们也只能往表演方向 而李小龙最大的诟病 就是没有上过擂台 乔治·迪尔曼也说了李小龙 为什么不上擂台的原因 因为他不喜欢这种一对一的 李小龙称为这种事 碰到就跑的游戏 他们要戴上手套根本发挥不了权力 打一拳就要计几分 打两拳就要休息一下 下面是乔治·迪尔曼与杨志的 电邮往来中内容 里面写道 李小龙超越了他的时代 他的速度很快 在你打中他一次的时候 他会打中你四次 如果没有比赛规则 李小龙与现代的猫们冠军对决 李小龙肯定会赢 但是猫们有太多的规则 不能打眼睛 不能打喉咙 不能折手指 不能剁脚趾 不能踢裆步 但是这些部位恰恰是李小龙击打的部位 李小龙的伟大在于 把当时世界的武术理论提高了一大截 有很多人说李小龙是过于神话 也有人说李小龙只是一个武术爱好者 实战肯定是不得的 但要想清楚 那么多外国人拜李小龙为师 甚至有拳王 空手道冠军都承认败给李小龙 他们这些人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他们为啥还要这样损害自己的名声呢 还是那句话 李小龙先生可能不一定是最能打的 但他的武道成就绝对是世界第一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